欢迎来到我们的热搜简报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 刘英子 今天我们将讨论亚利桑那州的提案312 这个提案如果在11月获得选民通过 将允许居民从2025年起申请年度财产税退款 补偿因无家可归问题而产生的费用 支持者认为这是对城市责任的追究 而反对者则担心会削弱无家可归者的援助资金 增加危机的严重性 接下来 我们来看看东区历史区的新标语揭幕仪式 这是当地社区为了经济复苏而展开的一项新计划 尽管面临疫情带来的商业关闭挑战 社区领导人依然充满信心 强调合作与支持本地企业的重要性 这些新标语不仅提升了该区域的可见度 也象征着对当地经济繁荣的期望 最后 今晚的NFL周一夜足球赛 将由堪萨斯城球长对战新奥尔良胜图 这场比赛将在晚上8点15分 ET与 Arrowhead Stadium举行 球长目前保持不败的4比0战绩 胜图则希望能打破这一记录 观众可以通过ESPN和其他串流服务观看比赛 这将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精彩对决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Yahoo US报道 亚利桑那州的提案312 可能会在今年11月的投票中获得批准 这项提案允许居民在2025年 开始申请税收退款 以补偿因无家可归者 对私人财产造成的损失 该提案要求市政当局 在未能及时处理公共滋扰问题时 向居民提供年度财产税退款 支持者认为 这项措施将迫使城市更积极地维护公共健康和安全 并为因政府无作为而受损的纳税居民提供公平的补偿 然而 反对者则认为 这将削减城市应对无家可归问题的资金 并可能导致对无家可归者的进一步惩罚 在俄克拉和马城的东区历史区 新的横幅标志着重振计划的开始 尽管该地区经历了一系列商业关闭 领导者们仍与当地的黑人组织合作 致力于促进经济增长 横幅揭幕一室吸引了众多民众 旨在吸引游客并提升该地区的商业形象 东区历史区的标志象征着 对当地黑人社区的支持和对历史的致敬 尽管一些商家面临困境 社区领导者们对未来的复兴充满希望 并计划通过改善基础设施和增加旅游吸引力来推动发展 Yahoo!US还报道了即将举行的NFL比赛 新尔良圣徒队将对阵堪萨斯城球长队 圣徒队在本赛季的表现为二胜二辅 而球长队则保持着四连胜的佳绩 比赛将于今晚在箭头体育场进行 ESPN将进行直播 对于球迷而言 这场比赛充满期待 球长队的强势表现使他们在比赛中占据了优势 各大平台提供了多种观看方式 确保球迷能够及时跟进比赛动态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学者、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do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我们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